二十四节期之一的清明 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也是古人喜爱出城踏青的好时节 苏氏有一首清明寒时的诗作《望江南》 写的是他从蜜州城的超燃台上 看到城里的春景 古代的蜜州城对应的是现今山东诸城 春未老 风系柳斜斜 世上超燃台上望 半毫春水一成花 烟雨暗千家 寒时后 酒醒却滋节 修对故人思故国 却讲心火是心茶 诗酒趁年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